就這樣說一 開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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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每一家人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士林 好 士林那我們現在要進行秒路系大挑戰 不要 哈哈哈哈 第一題是 作風的人 啊 好 好 第二題是 做菜的人 好 第三題是 做蛋糕的人 好 好 第四題是 做夢的人 我看你要問幾個做 哈哈哈哈 做 好 好 第五題是 做的被人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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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精 嗯 第五題是 三行的 麥 五金 嗯 哈哈 我們知道 我們 五金 還有老闆都很 都很 都很 都很chill喔 好 好 黑金 啊 好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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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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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我們就推太尾了 啊 鐵尾就買尾了 都給我管道來 我給我管道來 我給我管道來 管道來 你連的狗狗一口 哈 哈 哈 茶槍 在茶槍裡面 飾演的是 范文貴 然後他是來自新竹寶山 當地的一個 小茶農家裡面的妖子 他上面還有四個哥哥 然後從小在客庄長大 然後因為他們家跟 呃 記長也就是 郭哥 郭子檢 郭哥 飾演的張福基 他們家有生意上的往來 文貴的爸爸希望兩家可以 就是有更進一步的關係 所以那時候就 把文貴 就是 入贅到張家 同時文貴也是寶山第一個 大學生 在那個時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爸爸非常以此為傲 希望可以 呃 藉由這樣子一層一層的關係 然後讓 呃 他們自己家裡的事業 能夠 更 興旺 茶經是 在講1949年那個時候 呃 那個時候的 台灣茶 那其實也是透過茶經 我才知道台灣那個時候的茶 有多重要 以及台灣茶在世界的 扮演的角色以及 占的比重都非常的重要 以及非常的高 然後 呃 因為那個時候 呃 國民政府破千來台之後 有很多很多 不一樣的政策 然後那時候時局也非常動盪 跟混亂 所以 以藉由這段歷史 我覺得 藉由茶 這個事情 然後 讓大家一窺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的 上流社會的人 他們 整天都在做什麼 他們的 勾心鬥角 他們的恩怨情仇 沒有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因為其實我覺得已經 很幸運了 現在就是 要走下坡了 哈哈哈哈 不然你還要在那幹嘛 哈哈 你要拿三座嗎 什麼可能的 沒有 就是因為我從入圍到 真的 得獎了 我都沒有抱持任何的 預設或期待 而且老實說 那時間有一點 久 就是你說 就是做工拍完 是隔了一年 所以你要叫我 想一年前就開始想說 哇我這個 齁 這個作品好 一定要怎樣怎樣怎樣 或是深深深深深在拍照 想說哇我這個 我一定要盡量表現 然後一拿獎 你根本想不到那邊 我啦我啦 我完全沒有想到 所以對我來說 就是只有 眼前的任務 然後跟目標是什麼 然後盡力把它做好 我覺得 可能是因為我自己個性的關係 所以因為這樣子 然後雖然很幸運的拿獎 但是我也不會去網說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剛剛那個命題 好像根本 不會存在 比如說壓力啊 或者是 動力 這樣子 因為我壓根不會去想說 它到底是壓力還是動力 因為我也不會 因為今天 這樣講當然有點不負責任 但平行時空 的話 就是我入圍 如果今天沒有得獎的話 我也不會因為沒有得獎 然後就 改變我自己現在在做的事情 然後或者是我現在的態度 所以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也不會因為得獎 然後就改變我自己做事情的態度 跟我的方向 然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